台南市永康、仁德及东区、南区等地公园及民众见景遛狗农鹿,最近旅有流浪狗甚至家犬遭毒杀,因难保不会有孩童物食,台南市动保处,动保社团今天呼吁民众发现有人放置可疑食物,立即打110报警,各地警方能究竟协助追查,检举查或下毒者,检举人可或罚款的五成作为奖金。 台南市网络社团公告,最近东区东宁、小东等公园及南区南都公园,仁德大台南都会公园,永康探索公园与归人杀伦等民众常见行,遛狗农鹿都传出有人放都又杀狗儿,不但流浪狗遭殃,也波及家犬,呼吁民众与狗主小心。 据发的民众指出有人在香肠肉片或狗罐头等香味食物中下毒,放置在公园要让狗儿误食身亡,最近接连发生甚至民众牵出来运动的狗吃了路边食物不久就倒的身亡,可见有人刻意下毒。 东宝处表示,最近有接获民众报案饲养的狗在东区南区公园被人毒死,不过四主报案时狗都已火化,东宝处无法采证狗儿死亡原因,无主的狗可能被害更多,因毒狗不易当场查获,追气相当困难,呼吁民众发现可疑的人放置食物,要马上报警。 东宝处也将在新闻请警方就近协助调查。 东宝处东宝组长周俊南指出,毒狗者多下毒在香味中的食物,放置公园路旁不但流浪狗、家犬甚至保育类动物都可能中毒,且万一不幸刚好有好奇或无知,孩童吃到后果不堪设想,不该等闲是之。 他说,东宝处陆续遇各地爱心人士沟通,推广定点干净喂食,若发现不曾出现且不定点致放肉品等狗儿喜爱食物的人,应立刻通报警方查证,抓到放毒者。 东宝处将提供检举人罚款五成作为检举奖金,无辜狗儿遭毒死农鹿旁。 记者周宗珍摄影,分享。 网络社团呼吁在公园6狗民众留意有人毒狗。 记者周宗珍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